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并州首长文贵先生 以及州政府代表 以及槟城信州桥理事会主席 周春城先生 以及总务周明信先生 详谈之后 双方大致协议 王伟一旧流进一两位周一员的服务中心 将与槟城信州桥理事会 携手煮饭 信州桥普天同庆天宫丹的 新年文化表演节目 金猴献锐天宫倒闭 州政府欢迎信州桥理事会主动以 自其1月13日 来信诚意配合 及寻求解决方式 因此在20小时内 回信答应会面 接下来我们已经开会主 这个讨论的文化表演的一些细节 不过将会更加深入讨论 那个细节的问题 会议上 州政府清楚表达了立场 州政府要举办的 原本就是文化表演 不牵涉宗教仪式 因为州政府是属于世俗的政府 不办宗教祭拜的仪式 但是支持以及鼓励 民间办宗教活动 所以侨民还是 还可以如以往一样 在海拳大街祭拜天宫 因此这并非有信人 所谓的闹双包 以及打对台的指控 因为州政府是在州政府的土地上 办文化表演活动 新州桥主席以及总务 也承认那是州政府的地段 州政府也尊重 新州桥理事会所要邀请的出席者 甚至包括邀请反对党的代表 州政府在获得 州桥主席以及总务的写信通知 并在会议上解释之后 理解之前在没有联络州政府商讨的情况下 率先拉布条不应该发声 也理解这两位新州桥领袖 才能名正言顺代表桥名 州政府不会干涉 新州桥109年的天宫 但祭拜仪式 只是为了能更彰显家界气氛 才在当地承办文化表演 新州桥理事会也承认 政府并没有干涉 新州桥109年的天宫当祭拜仪式 所以新州桥理事要一起协办文化表演节目 州政府并不会介意 所以准备一起配合 届时文化表演的节目经费 将由州政府出资筹办 新州桥理事会仍就可以发出他们的邀请函 同时也省下了这个重目文化表演的这个经费 所以这个是联合声明 是来这个周桥理事会总部周明信先生 我们这位周先生 然后还有我178的这个编和声明 所以很感谢这次的州政府的学办能够顺利地进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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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然你说是否会有政治的负面影响 这个见仁见止 我们认为说我们是在大家跟大家一起配合 一向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弹的这个仪式 是自从我们自证明州政府过后 我们可以发现到一年比一年 一年比一年假 做了一年比一年大 所以当然你说是否我们的处理方式 是见仁见止是否有没有正面还是负面影响 这个是见仁见止 最重要是我们一向来我们有一个非常抗议的态度 我们准备借鉴所有的民检团体 但是希望是能够保持专业而开明而中立的这个姿态 而州政府一定是必借鉴的 所以主要我们是以民为本 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话 我相信我们也不会招开今天的这个计神招待会 而且同时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信州桥 整个地区的这个世界文化与产生的地位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是认为 我们主要准备办活动 也是准备跟侨民一起配合 我看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看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迈向能够发展整个估计区 包括信州桥 包括信林桥 各新市桥 各新市桥 全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地表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不同 所以我们应该要向前看 当然如果是要跨海滨州政府 当然我们会继续去丑化 所以就是让这些人继续丑化 我们做我们本分 我们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是在中国 他们在中国 就像台湾 所以他们结婚 就是跟小明之OK的 没有任何的故意 我认为你要往前面打你 我没讲OK的 你还在你 他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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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了乎 他去乎 乎 乎 他没有邀请 他感觉 要放不饭 放不饭 我以后是要把那个小伙子 哈哈哈哈 还要小伙子 好 我以后再 months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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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